世伯后.. 兄弟妹们 平安 由圣经的大家请打开个圣经 然後我們今天那個 閱讀的經文是在西班牙書第一章十四節到第十八節 耶和華的大日子臨近 臨近而且盛快乃是耶和華日子的風聲 永世必痛痛的苦嚎 那是憤怒的日子 是急難困苦的日子 是荒廢氣氧的日子 是黑暗幽明 乌云迷怒的日子 是吹吊吊吊吊吊的日子 要攻擊堅固堅固城和高大的城樓 我必死在過領導人身上 使他們行走如同瞎眼的 因為得罪了我 他的血必稻出如灰塵 他們的肉必拋棄如分土 當耶和華發露的日子 他們的親民不能救他們 他們的憤怒如火必燒滅他們 毀滅這地的一切的居民 且大大的毀滅 我們今天正道的題目是 耶和華的大日子的領警 我們就請本堂和劉布斯來傳掌今天我們福音 我們先跟前後左右弟兄姊妹彼此問安 說真高興看到你 哈利亞 我們再來讀一下 剛剛西班牙書第一章世事節 我們請下一章 好 我們再來讀一下 請 耶和華的大日臨近 臨近而且甚快 乃是耶和華日子的風聲 永世必痛痛的哭嚎 姊妹你要知道 神的日子越來越近了 你同意嗎 而且這個日子越來越快了 怎麼說 我們來看 聖經裡面有講到 當無花果樹發嫩長夜的時候 耶穌這樣子講 在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節 當他到了感染山的時候 門徒就問他說 幕後的日子什麼時候到呢 耶穌就說 多處必有什麼 地震 災光 旱災 然後也國要攻打國 民要攻打民 許多打仗的風聲 然後當耶穌一直講 講到這裡 二十四章三十二節的時候 就一起讀喔 請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 當樹枝發嫩長夜的時候 你們就知道 夏天近了 三十三節 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 也該知道 人子近了 正在門口了 你們姐妹 什麼叫做 無花果樹發嫩長夜呢 這個就是一個預表 預表以色列的復活 所以 耶穌講了一件事 就是說 當你看到無花果樹 這個 發嫩長夜的時候呢 就知道說 夏天近了 為什麼 因為接下來就要結果子了 這是一個時序的問題 那同樣的 當你看到以色列復活的時候 你就知道 人子的角度怎麼樣 遠近了 所以 歷史的 神國的歷史一直遠近 一直到了1948年的時候 以色列真的復活了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以色列亡國了兩千多年 結果真的以色列復活了 所以各位姐妹 你就可以感覺到 神的角度越來越近了 但那是1948年 結果現在以色列復活了 70年了以後 神的歷史的精神又進來了 我們看到 今年 2018年 5月14號 美國把大使館設在了哪裡 耶路撒冷 哇 過去 你知道 這個說要把美國的大使館 設在耶路撒冷 從1995年就說要設了 結果每一任的總統都不敢做 都一直拖延拖延 結果到了今年 真的做了 所以各位姐妹 你就 我現在在講 不是哪一個總統做的好壞 這個還不是重點 重點是說 你就看到在神國的歷史的當中 一步一步的在往前進 所以當你看到這個神國歷史 在往前進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 耶和華的日子怎麼樣 近了 人子的腳步怎麼樣 近了 那我們看到 當耶和華日子來的時候 那個日子是一個什麼樣的日子呢 西班牙書是這樣形容的 那個日子是 憤怒的日子 是急難困苦的日子 是荒廢淒涼的日子 是黑暗幽明 密於烏黑的日子 可不可怕 各位姐妹 如果你沒有預備好你自己 你沒有辦法承擔這樣的一個日子 聖經裡面繼續講十六節 這裡說到 是一個什麼樣的日子 是吹腳吶喊的日子 要攻擊堅固城和高達的城樓 請問 現在有沒有吹腳吶喊的日子 有沒有 各地都有 有沒有 到處都在說吹腳 要打仗了 而且也真的是 堅固城跟高達的城樓 這裡是敘利亞 你知道敘利亞 大瑪士格 以前是非常繁華的一個都市 結果現在變成 幾乎整個國家變成廢墟 所以各位姐妹 你可以感覺到 神的日子越來越近 然後當 到時候呢 最後的時候是什麼樣的 來看 十八節 我們一起讀喔 請 當耶和華發怒的日子 他們的金銀不能救他們 他的憤怒 如火必燒滅全地 毀滅這地的一切居民 而且什麼 大大的毀滅 各位姐妹 聖經講的真的很有道理 我們的金銀不能救我們 等一下我會講很多的例子 而且這裡說到 到最後 以前 是用洪水 把地 滅了一次 對不對 現在 接下來 聖經裡面的預言 將來是用火 把地再滅一次 所以我們要預備好 那你就說哪裡有 有喔 各位你知道 今年我們發生一個 加州有史以來 第九大的大火 加州什麼大火 在北加州 加什麼大火 卡爾大火 那這個卡爾大火 他吹出一個風速大概230公里的火龍捲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住在南加州 你可能沒有感覺 在北加州整個燒毀掉 我們看一下 總共有上千棟的房子被燒毀 所以我們的金銀不能什麼 救我們 等姐妹有的時候 你當你要 當那個火要來的時候 你要逃的時候 連拿金銀都沒有機會 都來不及 命保住了就好 那聽說卡爾大火總共燒毀 如果你們 在台灣你就知道 燒毀了 一萬三千個大安森林公園 非常的可怕 是有史以來燒毀面積最多的一次大火 卡爾大火 那麼 不只是北加州有火 南加州有沒有 有 有 我剛好回台灣 但是我聽我的家人講 到那幾天啊 這個外面都不能出去運動 為什麼 因為全部都是什麼 煙焙 都是灰燼 那個車上都是蒙的 上面都是一層灰燼 跟姐妹有沒有發現 這個已經變成是一個常態 以前我記得好像沒有那麼多耶 可是現在越來越多 到處都有野火 到處都有野火 那你會說 如果哪一天要火燒到洛南泰 我看整個洛杉基都燒起來 這個是很中心的一個點 但是現在是燒到外圍裡面 有沒有 可是這種姐妹要預備 要預備 說不會燒到我們 你不知道 因為這些被 這些火災被燒上千棟房屋的人 他們沒有想過 有一天火會燒到他家去 他們想過 沒有 可是真的燒到了 說我們有保活險啊 沒關係 可是 最重要的不是房子的再一件 最重要是裡面有太多珍貴的回憶 所以就這樣燒掉 上萬個消防隊員的投入 然後從外中一直調消防隊員 來滅加中國火 就有很多的消防隊員也懸殖 好 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日子來到的時候 是這麼的可怕 再來 所以呢 因為加州有17處的野火 所以加州州長就宣佈 進入什麼 緊急狀態 這是燃燒的火的樣子 這隻在洛杉磯 然後 翁姐妹你說 哎呀那只有加州有野火 世界各地有沒有野火 你們告訴我 有沒有 哪裡有你們 有看到新聞哪裡有 加拿大有 還有呢 還有哪裡 歐洲的 有一個地方 整個小鎮 我們好喜歡去希臘有沒有 我們看到那個希臘的小鎮 靠在海邊 有那個白色的屋頂 藍色的那個牆壁 我們好羨慕 但就在今年7月23 剛剛發生的 有一個西 在雅典的一個小鎮 發生了一個大火 而那個大火來得又騎又快 到一個地步 人們來不及 結果就跳到海中去避難 整個 整個野火 把所有的全村都燒毀掉 91個人避難 你說這些人怎麼不會逃啊 各位逃不了耶 來不及耶 那個火馬上就來了 各位你要知道 我就說 哎呀太可怕 可是將來 耶克華憤怒的日子 臨近的時候 那個是更快更大 我剛剛問大家 大家都不知道這個 希臘野火的事情 可能大家都會放暑假 對啊 暑假 各位我告訴大家一件事 暑假結束了 OK 該醒過來啦 該 該開始專注起來 來服侍神啊 暑假已經過了 今天是八月幾號 二十六 九月就要開始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短短的一兩分鐘 你可以看到那個驚恐 還有那個烏雲密鋪 還有那個危險 四十五 三十五 至四十五 南架 你給我聽幾號 沒有管 那ί子 不是 五十六 二二 一次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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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所有居住的环境 全部毀灭掉 你的精英不能救你 祂的憤怒如火 比什麽 燒滅全地 毀滅這地的一切精英 而且什麽 大大壞 所以各位兄弟妹 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了 主的日子越來越近了 我剛剛已經講了 以色列復活了 而且現在美國已經把大使館 設在耶路撒冷了 你就可以感覺到 那個主的腳步越來越近 所以 那我們到底要做什麽呢 我們來看下一個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 我們當中的人 我們已經信主的人 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預備見主的念 然後呢 你也要趕快 傳福音給你的家人 所以這裡談到 就是要有一個 傳福音的破解之心 各位很多時候 我們放暑假 所以就輕輕鬆鬆 但是 今天我剛剛講 跟各位報告 暑假結束了 我們該起來傳福音了 該起來報告了 在約安福音二章十七節 主祂說 祂怎麽講呢 我們一起讀 我為你的殿 心裡焦急 怎麼樣 如同佛哨 心裡面很急 各位那個急 急到一個地步 你去看那個原文的意思 如果你的屁股 有一個一團火骨在燒的時候 你會急 你急不急 你急不急嗎 急 那個意思就是這樣子 我為你的殿心裡焦急 如同佛哨 我看到你的殿荒涼的時候 我心裡面 焦急 我看到弟兄姊妹要更來愛主 心裡面焦急 我們看到神的殿裡面 有牛羊馬鳴的聲音 心裡焦急 我們看到許多人還沒有得救 靈魂還沒有得救 心裡焦急 弟兄姊妹你急不急 所以耶穌他來 他到很多的地方去宣講 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節 他說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 在會堂裡教訓人 宣講天國的福音 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耶穌在地上只有三年半的時間 所以祂急 因為祂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祂要來完成神給祂的使命 所以祂不斷不斷的迫切的 在那邊傳福音 在那邊宣講天國的福音 所以各位姊妹 神給你在地上的時間 也不是很長久喔 告訴我你可以活多久 你打算活多久 打算活八十歲了有沒有 你們都不活八十歲了 那你們要活幾歲 九十歲了有沒有 打算要九十歲 你們也不活九十歲 那你到底要活多久 九十歲啊 對 我也希望活九十歲 對不對 好不好那個時候可以 開車不用動手耶 你知道嗎 無人車 有沒有可能 現在就 那你到底要活多久 安安靜靜的 Alan 就是你 你被我活過 八十 各位你知道 我們在地上活八十歲的目標 是要我們在地上生活是要預言天上 是在預備天上 所以八十其實很短 很快就到了 在這最後人生的下半場裡面 你到底要怎樣給神用 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所以 所以 聖經裡面講 信主的有什麼 永生 不信主的什麼 滅亡 我們當中還有多少人 你的 親戚 家人 朋友 親戚 同學 零聖 還沒有得救的 有沒有 有沒有啊 如果有的話 你 你愛不愛他們 如果你愛他們的話 你可不 你希望說哪一天 他們到了 當神再來的那一個時候 你說沒關係 牧師剛剛那個滅亡 OK的 因為我們 被神提升了 我們是基督徒嘛 可是還有很多人 他們沒有耶 他們就會落入到哪裡 流光後不會 跟姊妹你急嗎 有沒有那個對 家人得救的 或者說朋友得救 或臨時得救的那個破解的心 還是 我也不急 還有時間 跟姊妹時間不一定 所以 求神今天早晨對你跟我的心說話 我們需要 起來 得勝 所以 不僅 耶穌籍啊 薄摩葉籍 你看喔 《使徒行傳》 17章16節 當然到了雅典 雅典就是我們剛剛看的希臘對不對 很漂亮 當時是很 當時是很棒的城市 很雄偉的城市 好我們來讀一下 《使徒行傳》17章16節 保羅在雅典等候他們的時候 看見滿城都是偶像 就心裡什麼 召集 保羅到了雅典 他看到 滿城都是偶像 他就看到許多人的靈魂 就走向滅亡 他心裡也齊耶 這裡又一個召集 你會發現 耶穌也齊 保羅也什麼 也齊 有姐妹 凡是跟隨主的人 都要齊 都要齊 你需要 當你看到很多人的靈魂 還沒有得救的時候 求神開我們的心眼 你想到你的家人 你想到你的家人 在台灣的 在國內的 在各地的 他們還在那邊 被偶像捧綁的時候 你心裡沒有急呀 台灣的西海岸都是什麼 偶像 我自己去台灣 步道 我走到每家家路都有掛紅布條 都是什麼三三國王 到處 都是 都是 妙 整個都被捆綁 丁姐妹你急不急呀 有急嗎 所以我很感謝神我們 上禮拜 Ritter兄他有分享他到西海岸 去傳福音 他急耶 他兩年前 去參加 參加完了以後 兩年前只是去一個禮拜 去四天而已 你先藏一下 但是今年可不一樣 今年去了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他 不用工作 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 他財務自由 對不對 他要工作耶 他一人公私耶 他很忙耶 很多人都是要 聯絡他的 但是他為了 神的福音的緣故 他放下兩個禮拜 美國的工作 他回去 存子役 他急 因為他看到那個整個西海岸 那麼多的孩子 年輕人 都被偶像捆綁 好 所以兄姐妹 主來的日子近了 我們到底你的後面的人生 你是要做什麼 所以我們需要起來復興 我想復興有四個步驟 我們讀一下吧 請 基礎是什麼 悔改 管道是什麼 供應是 目標是 宣道 一個一個講 所以兄姐妹 我們的靈命需要重新復興 我們的家庭需要重新復興 我們愛靈教會也需要重新復興 Amen 我們一起說Amen Amen 有的時候我們 太過安逸的時候 我們忘記了 所以神就 提醒我 我覺得藉著這樣的一個信息 藉著這個大環境 好不好我們彼此在鼓勵 我們靈裡面要復興起來 要說 那怎麼復興呢 復興 最重要的一個基礎就是 悔改 認罪悔改 馬太福音 4章17節 耶穌就傳起道來說 天我盡了 你們應當什麼 悔改 這個悔改是 為我們的罪悔改 這個是第一步的 所以我們當中 如果是主內的 你已經 接受了主了 這第一步 可是 接下來 3章19節 這是 彼得說的 我們一起讀 請 所以 你們當什麼 悔改歸正 使你們的 罪得以 塗抹 這樣 那長 安舒的日子 就必從主面前 來到 所以彼得 講完這篇道 三千人信主 他們願意 悔改歸正 好 等到了啟示物 2章16節 所以 你當什麼 悔改 若不悔改 我就 快 引到你那裡 用我口中的劍 什麼 攻擊 這是針對基督徒講的 我罵 悔改還要再悔改 你知道 奧古斯丁有寫了一本書叫 《燦偉錄》 在《燦偉錄》裡面 他就講到說 那句話 我印象深刻 他說 我們悔改 我們禱告 再悔改 對不對 他說我們悔改 流下來 那一滴眼淚 有沒有 還要再悔改 為什麼 連那一滴眼淚還有 摻雜 還是這樣的 悔改 還要再悔改 所以兄姐妹 復興的基礎在於什麼 在於什麼 悔改 我幫你跟旁邊 兄姐妹講 你要悔改 好像有點小聲 不大好意思 這一次眼睛瞪大大的 真的跟正恩講 你要悔改 兄姐妹從哪裡悔改呢 在 提摩太后 三章一到五節 這裡說到 保羅早就提醒了 他說 你該知道 末世必有什麼 危險的日子來到 真的 這一現在已經是末世了 會有很多危險的日子來到 然後他就形容 那個時候 人的情況 其實這個情況 也是我們的情況 第二節 我們一起讀 聽 因為 那時 人要什麼 專 顧自己 貪 愛 錢 財 自誇 狂傲 放肚 違背父母 忘恩負義 幸福 聖節 各位 昨天我才 去一個教會 有去分享一個訊息 有一個姐妹就來跟我講 她說劉牧師啊 我是單親家庭的 結果我把我的兒子 栽培到耶魯大學醫學院 結果我的兒子現在 交女朋友了以後 都不理我 他就有一次 他就說 我就叫我兒子 他說媽媽生病了 因為他很生氣 結果呢 他就跌倒 跌倒以後 他兒子半年都沒有打架 結果他更生氣 結果半年之後 他得了毒癌 他就說 就是因為苦毒裡面 裡面有很深的苦毒 一支氣 他說我花這麼多錢 栽培你 讀耶魯醫學院 現在是醫生 結果 違背父母 忘恩負義 有沒有 所以這位姐妹 漠視 就是這樣 專顧自己 貪愛錢財 心無盛情 你覺得我們需不需要悔改 真的要悔改 還不及不及 再來 再來讀喔 請 無親情 不能制約 性情凶暴 不愛良善 第四節 賣主賣友 任意妄為 至高至大 愛厭樂 不愛神 兄姐妹這當中有沒有哪一個說到你的 有沒有 如果有說到你的話 我們都要來回改 我們會不會 任意妄為 我們會不會愛厭樂 我們會不會不愛神 第五節 一起讀好經 有敬虔的外貌 卻備了敬虔的實意 這等人你要躲開 兄姐妹 這個其實在強迫我們 多少時候 我們 會不會 也只有敬虔的外貌 卻備了敬虔的實意 我們多少時候我們已經失去敬虔的心呢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來敬拜神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敬虔來騎 還是我們事必備好自己 來朝見我們主 所以就前面我們需要復興 那復興的基礎是甚麼 我們剛講的復興的基礎是 悔改 等一下我們有一段時間我們真的在神的面前 認罪悔改 求主赦免我們不敬虔 不愛主 任意妄為 那麼 悔改 是第一個基礎 那 怎麼樣悔改 在哪裡悔改 我們藉著禱告來悔改 所以 馬太福音26章41節 這裡說 總要是甚麼 敬虔祷告 各位很多時候 我們失去的敬虔的心呢 很多時候我們就一直能被這世界帶走了 所以今天我們為什麼要來到教會 聽這篇信息 因為神要藉著目者 再次的提醒我們 回轉 對準神 Amen 所以 再提醒我們說 歐元咧 各位有的時候我們麻痹咧 那邊又有火 那邊又有火 那邊又有火山爆發 那邊又有大水 不關我們的事嘛 反正沒有淹到我們 因為我們這裡太舒服了 可是 如果沒有提醒我們的話 我們有可能哪一天 事情來了 怎麼都沒有跟我講 所以弟兄姊妹我們現在講清楚嗎 有沒有跟你講 有 你們旁邊也講 牧師有跟你講的 其實不是牧師跟你講的 是上帝有跟你講 Amen 神今天有講 這樣有沒有很清楚 有 好 所以 我們要謹心禱告 免得路人迷惑 你們心裡不然願意 肉體卻暖落了 彼得 前書四章七節講得更清楚 我們一起讀 慢慢讀 萬物的結局 萬物的結局有沒有要進來 真的越來越進 所以你不要什麼 謹慎自首 謹心禱告 姐妹我剛剛一直在講 你所累積的 可能一瞬間就沒有了 真的 你所擁有的就是你跟神的關係 還有 你將來要見主面 所以你有沒有預備 你是在 我們是在地上預備要在天上 天上是永恆的 地上只有八十年 九十年 一百歲 Alan 你說要八十 好啦給你一百啦 好不好 這樣高興了吧 可是也不過才過二十年啦 你只能看到說 我們在 我們現在開車不是用地上的 我們開車是在 管道 有那個管子 這樣飛來可以去 這樣好不好 好 可是在天上 更厲害喔 天上是你想要到哪裡就到哪裡了 我要去澳洲做 到了 到了 因為那是超越空間時間的 更強 你要去哪裡 所以 謹慎自首 謹心禱告 各位姐妹所以 復興的管道是什麼 禱告 我們花多少時間禱告 你們告訴我 各位姐妹我們花太多時間 看 電視劇了 最近聽說有兩個火紅的大陸劇 有誰知道的 今天是什麼 延禧 講一下嘛 延禧公裂 哇 怎麼會解 沒有看喔 名字之外 那邊呢 那邊比較熟嘛 延什麼 顱什麼 顱什麼 不該講 一個叫延禧公裂 一個叫顱依傳 對不對 聽說打得很兇 我都沒有看 我們只是看新聞而已 好 各位 多少時候我們花多少時間在電視劇裡面 可是我們現在 花不出五分鐘 十分鐘來禱告 請請祷告 請請祷告 再來 那你就說我沒有力量祷告耶 我也好像沒有想要祷告 原因是什麼 因為祷告是需要有動力的 因為祷告的動力在哪裡 在聖靈 Amen 你需要有聖靈的能力 你才會有那個恩高 可慕祷告 所以以佛所書6章18節 我們一起讀啊 請 靠著聖靈 隨時多方 祷告祈求 並要在此 警醒不見 為眾聖 所以你如果靠你自己 你會說 你沒有力量 你也不想祷告 你需要靠聖靈 你需要聖靈在你的裡面 你才會有那個能力恩高 可慕祷告 愛祷告 就越祷告就越有能力 有大叔一章20節 親愛的弟兄啊 你們卻要在 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除了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以外 好好的讀聖經以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 要在什麼 聖靈裡祷告 祷告是要在聖靈裡的 是靠著聖靈來祷告的 Amen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要復興啊 如果我們的教會 也是這樣子跟 外面 差不多差不多 那我覺得 上帝給我們這一片地圖 我們真的是會虧欠神 我們可慕 有更多的 一個復興禮到愛林教會 你們同意嗎 你們肯不肯慕 所以我們要起來祷告 為你的家庭祷告 祷告是從 復興是從你個人開始 你起來祷告 你也為教會祷告 也為牧師祷告 也為每一個家庭祷告 結果你就發現 整個教會 熱騰騰的 因為有神的聖靈的火 在我們的當中燃燒 Amen 然後 神的百姓 更多的人來得救 有一天你到街上去 神說你這又中心又良神 好 那麼所以呢 復興的目標是什麼 其實我們生命的復興 最重要就是你這一生 最重要就是要來宣 宣道 其實我 觀察了我們很多的 同工弟兄姊妹 你們的家庭 大部分財務都很自由 都夠了 你們需要做的事 好好地來傳福音 真的 我們少吃一點 少晚一點 可是我們把這個錢 我們把這些 時間經濟 我們 去觸摸人的心 所以上禮拜我們講到 所以你們要什麼 我們來讀一下 請 所以你們要 去使萬名做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靈 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十大什麼 世界末了 這就是 大使命 耶穌 臨別正言 也可以說是 臨終 應該是臨別 因為他以後還會再來 他教 指示一件事 就是你要去傳福音 使萬名做門徒 所以我們 所有的復興的目標 就是要遷到 所以同樣的 耶穌我們上 我們 剛剛有講 耶穌耶 耶穌在 很多的地方 很受歡迎耶 哇 大家 全城的人 都讓他得一致 他也把福音 傳給他們 可是耶穌講了一件事 耶穌對他們說 我們可以往別處去 到寧靜的鄉村 我也好在那裡傳道 紅色字 我們一起讀 因為 我是為 這事 出來的 因為 我們是為這事 而生的 所以我們也要各處的 去傳道 這是神的經意 所以 我們感謝神 今年 我回台灣 稍微報告一下 回台灣 我們 教會 其實我們教會也是一間 宣教的教會 也是一間願意給的教會 今天 台北台福教會建堂 我們 教會整個主日的 奉獻通通給他們 除了我們人頭稅以外 總會收了一個人頭稅 你知道 一個人要12塊 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 你都有算人頭的 你知道 只是你的頭比較 不貴 12塊 一間教會如果 要建堂 我們就 我們教會的總人數 乘以12 我們就奉獻給他們 除了這以外 我們的主日再給他們 然後 感謝神 我親 親自的 把這一筆奉獻 帶到他們的 教會當中 他們非常非常喜樂 也覺得 得到很大的鼓勵 兄姐妹 這就是神的法則 八年前 我們教會要建堂的時候 我去他們教會募還 結果他們整個教會 為我們奉獻好多好多的錢 這麼一疊的信封 裡面都是 所以現在我們回饋給他們 這是宣教 那你說 這跟宣教有沒有關係 有 他們 台北台北教會 沒有自己人會堂 他們終於有自己人會堂 有了他們自己人會堂 他們就可以在那個地區 傳福音 帶領更多人來認識神 所以你說重要 重要 好 再來 我們每年都會有一筆 小小的奉獻 給這個 祖恩兒童之家 我們今年又帶了一筆奉獻回去 他們剛剛落成在8月11號的那天 不是很多 我們教會給的還不夠多 但是我們每年就帶一筆回去 帶一筆回去 幫助他們 這個有沒有在傳福音 有有很多 孤苦無疑的孩子 或者是過世的兒少 他們需要有一個居住的地方 然後就在那個居住的地方 之後呢 我們就能夠借著基督徒的社工 把福音傳給他們 你說好不好 重要 重要 所以 我們傳福音 不是說只是 我跟你講你來信耶穌 不是這樣 而是你要藉著各樣的管道 來愛他們 然後帶領他們來到神面前 然後 然後我們也關心 我們在台灣的門徒 保羅 他出去宣教的時候 他就會去講 堅固門徒的心 勸他們狠手所心的道 又說我們進入神的國 必須經歷許多的什麼 艱難 這是我們 周匡衛牧師 我們教會 烘昧的傳道人 從 不信主 到信主 到團體主席 到輔導 到傳道人 到現 到成為牧師 現在回到永和聖教會去 去服侍 現在做得非常的好 我們 以他為榮 感謝神 看到 我們教會真的有在在 給傳道人 還有很多位 那我們當中也有一位 基法 聽說上次也願意 獻身給神 我們再多鼓勵他 好 請來站起來 我們要看到 愛玲教會 一直一直的出現傳道人 Amen 對 好 然後同時我們也關心 癌症的會友 這個是 台北台的教會 的一位會友 他很關心我們教會 當時我們教會也需要 他都為我們奉獻 結果他得了癌症 所以我去看他 結果他本來 照相的時候是戴帽子 他說沒關係的 結果就把帽子拿起來看 哇 他很勇敢 可是 丟前面 不只他 我看了三 三個癌症的會友 可是有兩個 他們不願意讓人家知道 所以我就相片不給你看 對 所以其實還有做很多秘密工作 地下工作 這些都 就我們就不講 但是讓大家知道 知道 我們教會一直有在宣教 可是 不要只有牧師而已 我們全教會都起在宣教 Amen 好 然後我們也同時我們也去 這個 領袖高峰會 這個領袖高峰會我們去 我們已經從2010年做到 今年第八年了 這個是 神呼召我 從零開始的 到如今我們看到很多的成果 那很多年輕人現身 這個我們上個禮拜 我們 周長浩已經講的這個我們講過 主要要講這個 結果呢 陸陸續續有年輕人 成為主的工人 現身了 其中這裡有一位 又現身 這兩位可能將來都是現身 其中一位 去年已經去讀神學院 我讓你們看一下 今年喔 2018年 他們台灣正道神學院的簡介 前面一點點而已 我們看一下 看他怎麼講 比賽 童年 嗨大家好 我是台北台服的楊君秀 大家好 我姓李木子宜 歌頌的頌 榮耀和 然後 我的母會是在 圓林台服基督教會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 劉冠宜 我現在目前的服事實習教會 是在 傅橋台服基督教會 我本身在教會的服事 大部分都是青少女 還有兒童 目前在外服、開服教會實習 從我過去的服飾過程當中 我都是從事青少年團體還有俗日學的教學 我參與在我們教會每年暑假的短學隊當中 也是小社青團體的小組長 同時也在青年崇拜當中也有服飾 那我在正道服飾神學院目前就讀的是職場措施科 那麼什麼是職場措施科呢? 其實就是所謂的夜間錄 好的 我當初為什麼會來服飾神學院 是因為在去年的高峰會 牛港諾牧師他講的一篇信息叫做 為主闖出去 他的經文是用當中有句話叫做 來跟從我,我要教滿德語的德語 我也覺得好像耶穌在對我說要來跟從他 那他要使我很多個人而已 因此參加這次的高峰會之後 我就做了一個決定 我願意來跟隨耶穌成為一個人的熱力 在我大學時期參加青年宣道大會 過去歷史當中 所有的傳道人在台灣的根源 在他們生命當中有美好見證 所以我在那一次當中就下定決心 要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神來使用 因為我非常認同正道的一個核心的價值 就是跪下來祷告 站起來能講到出去能夠宣教 看到正道神學院的特色就是 我們有非常豐富的廣場資源 我可以在這裡找到我想找的書 在詩詞方面我發現這也是特別的地方 就是不只是學習理論方面的知識 或者是學術性的 而是這些詩詞當中 大多數都是有實際募會的經驗 並且有些課程甚至會去家庭探訪 把你過去的理論所學習的知識 變成實際上應用 我發現這是在神學院學習收穫最大的部分 會有辦春遊 會辦學前營修會 或者是在聖誕節 或者是復活節都會辦一些的布道會 可以藉由這些的活動 跟老師還有同學 會有一個很好的關係 我相信這樣子好的關係 可以繼續延續到我們將來在都市的道路上面 都是成為我們一個很好的幫助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就是當我們去辦布道會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非常漂亮的畫面 就是我看到我們的神學院的老師 願意去跟工友的民眾發單章 然後傳福音 做個人的布道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經驗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有一次我們在上課 那場課叫做教會歷史 那老師就是很會帶我們討論 那那一天晚上我們討論的是 現代教會的難處 我們每一組裡面都有來自不同教派 不同背景 不同成長環境的人 在討論現在我們教會所面臨的難處 我覺得這是在自己教會裡面 或在同一個教派裡面 沒有那麼豐富的聲音 沒有辦法看見那麼多元的現況 也是我從來不曾去聽過或是看過 或是接觸過的 我覺得最難忘的就是宿舍的生活 在宿舍的生活當中 我們就好像一家人的關係一樣 我們會在吃飯的時候 彼此來分享 也有禱告會 最重要的是我們弟兄之間 有弟兄的小組禱告會 我們有心理的困難 我們會彼此來帶導 每個弟兄他們有很多的經驗 來告訴我們他怎樣解決的問題 有不同的角度的時候 我們不會再用狹隘的眼光去看這件事情 而是會用神的角度來解決每一件事情 相信在未來畢業之後 我們還會繼續保持聯絡 我想跟大家講的是 在你高中還有大學時期 就有一顆很想為主發光的心 這是非常重要 不管你的未來當中 是不是全職來服侍 所以不要講神學院 就只有是全職服侍 而是在你想要更多成長的時候 就可以來到神學院來造就自己 那其實我也蠻鼓勵 其實如果你有全職的感動 可是你還有很多考量的因素 可能家裡的經濟 或者是你的工作 或者是任何的因素 考量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先進來職場壽事科裝備 那除了就是正道神學院在北區之外 其實在中南部他也有開許多的課程 那非常建議就是想要走這條道路的人 可以進到這個環境裡面 我覺得讓神更多的來引導你 那在這個環境當中 更多的去體驗神學生 是一個什麼樣的身份 然後你未來可能會面臨什麼樣的困難 那當然我覺得就是在服飾上 有這樣的裝備 其實是好的 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東西 繼續往前走 至於未來的話 我想鼓勵 所有的弟兄姐妹 如果真的在你心中有這樣的感動 就 聖經上你說不要消滅聖女的感動 如果你在你的心裡面 突然的突然出現這樣的一個聲音 快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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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要求心動不能馬上行 如果你在裡面有這樣的感覺 如果你有這樣的成功 那就歡迎 然後再經過禱告 或是跟你的牧者有一些討論以後 你就可以來報告 相信正道 請問你在服飾的道路上面 是非常有幫助 謝謝 這個影片 他們現在還沒有發出去喔 還沒有公開 這是他們在營會的時候 才剛做好 剛放 剛要放 那我剛剛要講的時候 不是要講我自己做好 而是跟各位報告 當你們拆遣牧師出去的時候 神自己在做工 所以去年 當我們講的影片信息的時候 這個弟兄 他就現身了 可是也不是因為我 其實我只是靈門一角 因為他本身 他就是牧師的兒子了 只是說還沒有 時候還沒有到 剛好在去年的時候 我就講了那杯信息 他就決定出來了 所以 我們 弟兄姐妹我們有一個很深的盼望 盼望就是 我們將來台灣台服教會的 所有的 這個 年輕的這個 聖人教會的 這些傳道人 都是從青年領袖高峰會出來的 哇 你說這樣好不好 所以哪一天我們 有時候 我在施工很喜樂 因為有一個盼望 有一天我回台灣的時候 欸 耿木哥 林牧師 我就是 當年 聽那個 在青年高峰會栽培起來的 一個一個都是 現在很多年輕人 他們當年是高一喔 我們已經回去待八年了 他們現在都大學畢業了 而且已經進入社區 陸陸續續 現在還不止 我相信未來陸陸續續 三十個四十個 他們都從這裡現身給神所使用 你們說這樣的事奉有沒有價值 這樣有沒有去炫導 有喔 因為我帶了一個傳道人 他如果沒有傳道人 他背後如果有一百個人 兩百個人 那不就更多 有沒有 等比級數的增長 所以弟兄姊妹 是有盼望的 那所以你們 我跟各位報告 是因為你們拆檢牧師回去 你們也為牧師禱告 所以上禮拜我們有講好 看守兵器的 跟外出打仗的 同德 同怎麼樣 同德獎賞 Amen 好 最後 我們再複習一次 第一 我們一起讀好了請 耶和華的大日已經臨近 主來的認識已經臨近了 弟兄姊妹我們要醒過來 Amen 第二 我們需要更加的有傳福音的迫切心智 因為連耶穌也急耶 保羅也急耶 弟兄姊妹你急嗎 屁股火燒了那個感覺就是心裡焦急 第三 我們需要悔改起來復興我們的靈命 弟兄姊妹因為當我們的靈命如果暖暖落落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想要傳福音 就好像剛剛講的 就是不愛神 任意妄為 愛厭樂如此而已 所以我們需要 悔改在神的面前 我們才有力量 一個來完成神的大使命 Amen 好 我們一起說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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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